如果能从一个比较大家有共享点的出发 去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就是把握好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要仅仅能用做生意的眼光去看待它 我是来自精锐地产的Alvis 区 我的focus area 是Opfield和多伦多的 downtown 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 我比较喜欢踢球啊 钓鱼啊 设计啊 就是我的很多客户是一些就是有的共同性去爱好 如果能从一个比较大家有共同点的出发 去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就是把握好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要仅仅能用做生意的眼光去看待它 我喜欢用agent这个词 但我喜欢用一个叫做consultant这个词 就是你给他的很多建议 尤其是在地产方面的建议 会帮他在人生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就是这也是一个我不想成为一个特别看起来像经济的一个因素 像在COVID刚开始的时候 2020年底吧 Downtown的Condo Market非常的差 当时Condo可能价格又掉了将近20%到30%的样子 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Condo是不是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了 或者说是不是要面临一个很大的调整 当时我鼓励了我身边的一个客人 他的情况是他的预算非常有限 在一个很好的market的情况下 他可能只能afford一个 Downtown非常外围的一个 无论是面积还是户型都是非常 inferior的一个property 但是我就鼓励他说 你现在这个机会是你进入Downtown的一个好时期 同样的investment 同样的一笔收付 你可能去敲动一个更大的杠杆 就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在Covid的期间其实利率也是非常的低 所以我就非常鼓励他 然后实事证明就是说 2020年年底的那一波Downtown非常非常的短 就所以他还是蛮开心的 我也觉得当时小小的push他这一下是对的 当你用你自己的专业眼光去帮客户实现了一个 他的一个小目标的时候 还是蛮开心的 就是我也真的替他开心 就是你在 我觉得作为经济在一些客户犹豫不决的时候 可能就是发挥你价值的时候 就看我了 在这个时候 的话 就黑暗 再说 没有 适合 那么 你们 你们 跟